好了,在我们进入今天最爆炸的这宗新闻 我觉得我简直是匪夷所思的这宗新闻 两宗,但最主要是第一宗新闻的就是匪夷所思 之前,我当然要推出一下东西,今天星期二,明天就要截数 就是截单,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星期 是不是开始有人做截呢? 今天星期其实我没有做宣传,那些人已经狂订海胆 有盘赛有盛,可能也是,因为你 就21号是什么?就是下个星期二,三 很快的 这个星期有些人做,下个星期就回家做,已经是这样的了 所以月饼各样的销量都是直线上升的 无论如何,正所谓 明月子虚,我们又来了 八昼晴天,正所谓,月有阴晴缘缺,人有悲欢离合 我只是想在全前闻月光 此事古难传 尤其是,说真的,经历了这两三年 就是,你不要理对与不对,又没有冲动 哪个偏激与不偏激,又有哪个家庭 或者我们香港人,没有这个离仇别稅 就算不是自己的家人,有很多朋友、亲戚 都真的离开了香港 更加不同的,因为有疫情 有时老人家在香港,或者去外地 为什么我们上次说的那些,你明明是移民 要不要新来死别,尤其是今天 因为真是愿有阴晴缘缺 对吗? 奸怨人长久 千里共蟬链,是不是一起可以共蟬链 都难说,对吗? 好了,那我们先讲讲我们的食品 所以大家继续要珍惜 正所谓,钱吃了下肚子就是自己的 如果不是,赚了来,哄哩咎咎 你俩是什么? 什么带不入棺材的那个什么? 什么钱带不走的 什么钱带不走的? 什么钱带不走的,什么钱带不走的 什么钱带不走的,什么人带不走的 不知道是什么棺材,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 好,出头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海胆 这个海胆,这个星期没有特别报价 给我去吃就去的事 我仍然买回我的699元 有些网友说,譬如我是上星期二吃的 那星期六夺可以吗? 其实上星期期也是有一个星期的 但是我始终都觉得 尽快,星期六夺,星期六日吃 那你是可以的,因为上星期期也有一个星期 那海胆你吃过就明白的 当然是顶级的顶级 699元,上来给钱订 或者WhatsApp 8481 1079 遲些我会引起一张订货卡 什么是订货卡呢? 就是有我们公司的户口 和准备 入完钱,拿了一张收条 WhatsApp去哪里,写你的名字 那你直接电话都不用等 水王福了,直接简单 好,再去 竹龙卷,我这个星期 我会预多很多货 除了你们可以订之外 这个是全鸟鱼做的鱼蛋 简单来说,日本鱼蛋是拿奖的 水产厅,掌官赏仇赏 如果家里特别有小孩 这一棵东西真的 你不要看这个普通狮子狗卷 好想大一棵的 每一棵都有五、六寸的墙 寸几两寸直径 八爪鱼 我的八爪鱼越卖越强横 之前起起落落 有时一个星期差的时候 只卖几只 但现在基本上 每个星期,数量就不要说了 因为很多人回来吃 好像我上星期吃完 今星期又要吃 真的很好吃 我知你能不能说 真的很好吃 这个八爪鱼 好像我们下面的曲 我们那位美女小姐,妈妈 那星期又开大食会 订了三把海膽 四个八爪鱼 我说你们真的会吃 你家人 380元 再去 好 甲吞翅 每一份 一个人吃 你省一点 可以两个人吃 但就一定不够引头 贵不贵 很便宜 598元 598元 一个人吃下去 你想想那种手工 那种味道 你出街吃多少钱 你自己能否做 我认为 在过节的时候 如果你想一家人吃饭 豪一点 肯付钱 可以考虑这个甲吞翅 做好了 回去 加热就可以了 你说 省一点 有没有介绍 有 我们继续去 省一点 当然是一个六人盆赛 九大鬼 我猜不到 今天水王跟我说 原来我们订了这么多个 大家看看这个盆赛 我用盆赛来形容他 其实是对他的不敬 根本他就真的是九大鬼 你说他是不是有九种东西 我就算不清楚 他有豪士 我现在计算 干爆 花架 刺 海森 鹅掌 中间的那些 云络的那些 江尧柱 粉葛 粉葛 根蹄 蹄筋 做什么 竹生 其实我已经数到十样东西 而且全部是很好吃的 你一加六个人 如果没有特别小孩 其实这个盆赛 你跟着自己制作一些菜 或者准备一些 譬如鱼套 你想嗦一下味 够吃的了 你不可以跟外面的什么 800元六个人盆菜 1200元 1300元十个盆菜 不要用我的饼 不要用什么烧米鱼蛋盆菜 是的 更加不要用 别人有十二只鲍鱼 别人是罐头鲍 我的就是干爆 二十口左右 喂 你想怎样 你想怎样 OK 这些干包 一只你出去吃 即使是大陆鲍鱼 我当它是 干包二十口左右 这样做给你 你怎样都要 我想怎样都要三四个水 都一样要三四个水 一只 六只都二千多元 现在我们是1998元 所以这么多人 当然有原因 很遗憾 我给你吃过三个盆菜 三个都焦了 是我的问题 蛤 因为我的网友 没有书 他们说你很差 没有人会焦 是你这么想奔舟 上次我们在这里焦了 是的 接着我拿了一个回家吃 再焦 这样瘋 是的 已经准备好了 不知道什么事 别想到油的谷 有一次就不知道在这里吃 还是十三位那里 油的谷 神经病 你有没有在我的谷 我也是 太急 好 再去 有没有想法 当然 我现在要在这里隆重宣布 和南顶级猫山王 新鲜牛年餡肉月饼 有三个尺寸 最小的4个迷你装 238元 兽兴 最大的4个正常尺寸 438元 兽兴 中间那个338元 8粒迷你月饼 还有小量存货 回来 啤梨 你不要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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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说 今年的月饼 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 为什麽呢 只是猫山王月饼 我所知的 在坊间多了五六款 市场是激烈的 除了猫山王月饼之外 也有很多其他雪糕月饼 各类各式 但我仍然满有信心 在我订阅之前 他跟我说 今年我们的货内有限 为什麽呢 通常我们是要选择那只猫山王餡肉 只要猫山王餡肉只有这麽多 我们就做不了多了 不肯做坏 很早的时间 在五六月要确定 我要多少 多就会多多 少就会怕不够买 我结果是拿了去年三倍的货 而我去年是拿了我第一年两倍的货 即是这样说 我是给我第一年的六倍的货 我第一年买多少 我不会告诉我实数给你听 第一年 我们是卖赢了HKTVMall 不知道是十倍 卖赢了TVB 一百倍 那当然他们实在是太少 要卖到一百倍 身体不难 因为少得实在谈 他们是惊人的 好了 然后我为何会这么快就吹鸡 说有压力呢 其实我没有 我从来都没有压力 我只不过是真心想希望大家能够早些事 因为我很有信心 只要你们早些买回去 你一定会翻车 那结果 我们最夸张的翻车 当然有些是送礼 有些是大食 当然环境要不错 如果没有印象的 就应该是一个姓潘的客人 他最初跟我买了两盒 第二次来我买了20盒 第三次来我订了100盒 他每个都说很美味 因为我不吃的 其实我是不吃榴莲的 那我作为一个社会 我当然要催大 但是我问客人 我认为好不好吃 很棒 每个都用这么夸张 真的很棒 不然我不会回来再买 很棒 然后我有个客人很有心 是买了坊间五六种 猫三黄月饼 其实是我的吉他版同学 就WhatsApp我给你说 你放心说 你没了解 如果不是最好吃的 你就死全家 你放心说 因为我很担心我会死全家 他说你这种是真的最好吃 我告诉你 这种最好吃是有原因的 这种最好吃是有窍门的 我上次说过 我不再说 它们是一定不够我好吃的 除了用料 或者新鲜度之外 所以 现在你们买过的朋友就知道 只是说那种皮 你哪种可以做到这么高 只是说榴莲肉 有哪种可以做到 一口都是顶级猫三黄的榴莲味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很负责地跟大家说 很多人觉得 我这个猫三黄月饼 是比猫三黄月饼 去猫三黄月饼 为什么呢 其实它都是九十几个% 或者应该不是 应该是七八十个%的猫三黄月饼 因为你是选最好的猫三黄月饼 而且那种皮饼很薄 令你一口肉面 渣都不用 OK 那现在还有多少 还有货的 大家放心 你们可以 因为我看到天天 我都不特使特别做宣传 那些人上来三盒五盒 其实究竟是很好吃 就是卖得好吃 就是人知道好吃 还是 其实我们之前 每一年两三个星期前就卖光了 没试过现在两个星期中秋 还有货 其实原来现在才是高潮 根本 嗯 因为你正常都是 这个星期早节 星期早节才买月饼送给家人 送给老闆 是的 OK 我跟大家说 最后的机会 不买就没有了 而且买回去这个月饼 最过瘾是什么呢 你放在冰箱里 你放一两年 当然我不认为你放在冰箱里 只是想不住 你又吃了又吃了又吃了 但其实放一两年就可以 很棒的 到了我们买完这东西 然后买回榴莲麻薯 其实猫三王麻薯 猫三王麻薯 是不是好不好吃 好吃 但是老实说 和月饼就差很远了 嗯 差很远了 OK 所以快点上来买 现在对不起 只剩下338元的八粒桩 一样这么划算 嗯 OK 好了 说这宗新闻就活该了 12分钟